男孩做出这样的事情,女孩就已经把你当备胎了 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们都希望在心安的人面前成为她的主角 原来事实就没有那么圆满 情感的事一定是你心我愿的,不是单方面的喜欢 如果单方面的喜欢的时候,那个人可能要成为备胎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当男孩出现哪些表现的女孩会把她当备胎 没有主见的男人,什么叫没有主见 就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听女生说 女孩刚开始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约会 无论是吃饭还是去什么地方,男孩都会来一句 我们去哪里,我们吃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听女生的,女生在她面前找不到一点安全感 这种男生就算是女孩刚开始给她一点机会 她也把握不住,慢慢的就成了女生的备胎 爱吹的男人 这种男人刚开始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那女生充满了大多的幻想 因为她吹的特别大 然而当时女孩和她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女生发现了男生那点小伎俩 也就是吹牛 自己心里也就明白了 对男孩而言就不抱什么期望了 这个时候,乌鞋中就把男孩当成了备胎 没有了对未来的期望 就没有了感情 不自信的男人 不管这个男人颜值高低 不管这个男人条件如何 有一些都做不到很自信 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缺点 当一个男人不自信的时候 对女人自然就失去了吸引力 哪怕这个男孩的颜值比较好 有的女孩也不会把男孩当成自己的伴侣 只会作为备胎或者是男闺蜜 把自己放得太低的男孩 这个是很多男生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男生在刚开始追女孩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在比女孩低的位置上 其实男孩要明白 女孩是靠吸引的 不是祈求的 当你把自己放在比女孩位置低的时候 女孩也会感受得到 你在女孩面前一副乞讨像 女孩怎么会把你当伴侣 能把你当备胎就不错了 上面说的几个容易成备胎的表现 不光是男生 女生也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身边有吸引的对象时 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有这几个表现 有的时候女孩就像是一个鸡尸板 当你在她的记忆里写下你的表现 女孩潜意识把你当成被胎的时候 后悔也晚了